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司要这样子用不透明的烤鸡制度随意的资钱员工 同时我们已经释出最大的战役 在10月31号的时候 我们取消了有请的记者会 但是公司却在当天早上 做一个公级公会的记者会 我三季担任模范空服员的奖状 由我们空服处的副总经理亲自颁发给我的 所以我需要知道说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吗 就是有什么过失你告诉我 在远东航空我尽力尽心做好一个身为远东航空的空服员 不管是对旅客或是对安全或是对其他的组员 那今天在公会我是公会干部 我要为所有加入这个公会相信我们的人 我要为他们负责 我们只是一群希望可以让远东航空里面的劳动条件 能够至少符合劳基法的公会 张董要飞时 张董要飞时 员工要负职 员工要负职 张董要飞时 张董要飞时 员工要负职 员工要负职 公司他在今年的6月份就已经行完来 要求7月公会提供我们他们的会员的名册 那我们工会也在7月份的时候也给他了 就是我们的干部名称 然后同时也有我们的立案的登记书 那所以其实针对董事长比到说 他根本不知道工会成立与否 或者是工会能有谁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相违背的 在5月的时候公司自己资账了17名会员 那这也是公司之前说有正义的地 就是有这个事件发生 那但是那时候是员工自己发起了集体休假 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说 就是这个资账非常的不合理 那大家是希望可以有更透明的制度 可以保障大家的工作权 那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 在6月的时候公司又解雇了运务督导 那运务其实是所谓的地情 那接下来7月的时候公司也还解雇了机师 那这些其实他们都是工会的成员 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公司会用这个方式来对付工会 那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在8月的时候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工服员都很辛苦的配合 也不只是工服员包含了一些机师 就是配合公司希望可以有更好的营运发展 在做ADR的验证 那包含我们工会干部也都是其中的一员 那不能说我们就是在影响公司的营运或是发展 那但是我们很遗憾的是在9月的时候 我们曾经寻内部的管道 因为我们工会收到了一个消防安检的这一个不合格的公文 那那时候我们可以发现 大家可以到他那边发现 就是我们那时候接到的是 公司让高雄的组员放在一个不安全的地方 然后那个不安全的地方就是他们自己的旅馆 他还没有一页登记 也还没有过消防安检 就让这些组员住在里面 那随时都会有危险 所以工会才会在10月的时候 理事长跟所有的会员布达说 有安全居住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工会今天会站出来是因为 我们的工会干部被资遣了 那公司里面的员工原来冒持着 就是我不知道我的考经是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被公司资遣 然后或者是被解雇 那即使到现在 这一群干部他们很多都是已经被资遣完了 那我们不知道工会接下来还会剩几个人 那现在可以看到旁边的现场的大家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是在上班时间出来 来跟大家做这样子的澄清 但我想工会并没有跟他们对抗的意思 那今天大家都是收自己的嫁来的 我只是想说在远东航空 我尽力尽心做好一个身为远东航空的空服员 不管是对旅客或是对安全 或是对其他的助援 那今天在工会 我是工会干部 我要为所有加入这个工会 相信我们的人 我要为他们负责 我需要为他们去争取 我们一定要要有的权利 不是特权 而是我们身为一个老公 基本要有的权利 如果说今天 我身为一个工会干部 我不出来 那谁出来 所以我真的想知道 我到底是做错什么事 难道就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工会干部 副理事长吗 我不知道我工作三年的公司 为什么不问任何原因 没有给我任何寻求内部管道的沟通 他就给我予以解雇 我今天不舒服呢 如果公司曾经给过我机会 好好坐下来谈 问我这件事情事发经过是什么 我有需要站在这边 让你们觉得我是在古道吗 如果今天你们说 我有散布 我有张接 那麻烦公司拿出证据来 给我看 我做了什么 我违反工作情节 重大的情节在哪里 麻烦你拿出来 给我证明 让我们彼此心服口服 如果今天我们从来没有协商过 你从来没有问过我事发经过 我们没有派过所谓的人品会 在被解雇的前几天 10月6号 我才刚跟空服术经理一起结束 民航局ATR的飞行验证 当初会被选去做飞行验证 工作参与这个计划 公司告诉我的原因是 因为你工作负责 我觉得你在空服术的表现很长 你是第一 我们希望你可以参与这个计划 我们希望你可以一起帮忙 ATR的飞行验证 我去了 然后在五天后我就收到鱼鱼结果 没有任何询问 没有任何证据 我只有一封简讯 到今天11月2号 向远东航空公司被动员来的各位同仁说一句你们辛苦了 其实各位既然都已经来到这边了 就可以顺便听一听 你们这些前员工 前同仁是不是 无闹 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听一听 第二件事情呢 我就是想要呼吁远航的张董事长 工会并不是洪水猛兽 我指的是员工的自主工会 今天工会只是反映员工 他们对于工作环境的一个合理的公平的要求 如此而已 如果说老板今天对于员工 他的这些基本作为一个人的要求 他都不能感受到 那我觉得老板恐怕真的需要好好的检讨 更有甚者 张董事长需要去了解 台湾还有一个法叫做劳基法 台湾还有另外一个法叫做工会法 解雇员工或者解雇工会干部 都是有国家的法律的规定在那边 不是说你可以自意而为的 有谁要出来讲话吗 没有吗 今天有多少员工之外出出来 能够离开工作岗位的都在是吗 非安第一所以体系线的都全部留着 因为我不可以接受这种不努力工作的人 然后来把我们运营航公司换外 我们不是这样子吗 这么多努力工作的人要受这一小区的陷害吗 他预期预求的在要 我不晓得他们的要是什么 那我们这么多努力工作的人算是不贵的 我凭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 然后大家新闻媒体 刚好正在替他们发声 那有没有替我们这些努力工作的人发声 我也不是公司安排的 社长你好 我们是远东航空企业工会 远东航空公司有许多就是 违法的行为 希望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有许多 不管是个外交部 或是员工被解雇的私遣的状况 来好好的对他做出适当的组织 那我们的诉求很简单 希望他可以让员工复职同时 可以坐下来好好的 跟工会理性协商不要消灭工会 那现在我们的副理事长 递交了我们的陈情书 他现在已经不是 已经被公司知遣了 那希望民航局可以看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公司跟远东 如果是属于内部的问题 民航局这边我们有一个原则 基本上公司自行生意的原则 那刚才我们讲 我们这边有知道的 所以如果这边影响到我们飞压的运作 那这部分我们也会属于关键 那我们也会有些的要求 那这下呢 就是有关对学义员工会 跟这边呢 我们当然也会遇见出 然后希望 我们也会稳定的反合来 希望公司这边 然后对工会这边会有拖展出 工会加油 加油 工会加油 加油 加油 inc si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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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